今天晚上是周日晚上啊 两场比赛走一波 两场这个欧国联赛杯 马上就是世界杯了啊 期待一下 这个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场比赛 目前的状况 第一集联赛第一集联赛的话是 两个小组的第一名晋级下一届的这个欧洲国家联赛 两个小组在的第一名 那这个第一名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萨克斯塔第一名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萨克斯罗伐克还有白娃娃斯看一下 就看一下今天晚上主场这个队伍是否给力吧 因为这个第一名已经没有任何任何意义了 嗯 双方的一个历史对战王记上来看的话 组队这边似乎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然后状态上来看呢 组队的话呢 嗯 主客双方的优势并不明显 但作为主场是勉强有一些优势 但优势不大 啊 盘口给了一个一球盘口 这个是很给力的一个盘口了啊 这个盘口已经算是相当相当的给力了 为什么这么说 呃 首先从这个 双方的这个历史对战王记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大比分打出 然后 差距不是太大啊 球队抵运差距差距不是太大 然后状态上来看的话 其实组队也没有任何占有任何 呃 优势条件啊 呃 这个是中立场 而不是主客场 中立场的话还能给出一球盘口 其实对于组队这边来讲 已经很给力了 已经相当给力了 那我们来看水位 水位的话是这个0.9 0.9 0.9 长时间的一个0.9的一个水位点 这个水位点 嗯 算是合理的水位点吧 比较合理的水位点 他不算是很高 也不算低 算是比较适中的一个水位点啊 比较中立的一个水位点 然后呢 在22点高峰期的时候 水位往上飘了一点啊 飘了一点 然后呢还是会降回来 在临场阶段降回来 呃 这样的这个幅度不大 两个点啊 如果这样的幅度大 有可能会得呃 形成一个照热啊 那这样的话整体来看 呃 第一家博彩公司给出的这些盘口 跟水位还是比较支持组队 对这边呃 跑出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第三家博彩公司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第二家博彩公司的话是呃 直接一球一球盘口 然后呢 从19点的时候啊 找盘就已经开始拉高盘口了啊 找盘拉高拉高盘口的时候呢 到了临场之后 这个盘口还是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位点啊 这个高位点的话 呃 对于斯洛伐克来讲的话 呃 有一定的主力作用啊 有一定 存在一定的主力作用 有一定 存在一定的主力作用 第三家博彩公司的话 跟第二家博彩公司来讲的话 时间点 就是拉高水的时间点 稍稍往后推了一点啊 稍往后推了一点 也就是说不太愿意 呃 给出这么高的一个筹码啊 免得 对于自己超法来讲的话 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只你来看的话 这个水位都是形成一个主力点啊 那这么来看的话 其实 呃 斯洛伐克还是蛮有机会打出的啊 至少赢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场比赛的话 呃 组队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啊 不是组队啊 斯洛伐克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啊 但至于是能复赢两个球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呃 有一定的这个运气成分啊 小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小柱组队跟呃 斯洛伐克小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来看第二场再看第二场一场 呃 第二场比赛的话是 呃 也是最后一场啊 呃 首先从这个组队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争分的欲望已经不是特别的强烈了啊 如果没有看错规则的话 这个争分欲望组队已经不是特别的强烈了 咱们客队的话 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实力差来讲的话 还是碾压组队的啊 无论是历史对战晚期来讲 还是说这个目前的一个状态上来看 呃以及这个小组赛的一个整体一个发挥上来讲的话 呃 还是碾压所有的队伍啊 小组赛的整支队伍的 受他的受他的碾压啊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来看的话 呃 对战晚期就不分析了啊 对战晚期不用分析了 那是一边倒几乎是一边倒的一个一个态势啊 然后 呃作为客场来讲的话 这个状态也是明显优于组队的 那整理上来看的话 也不出意外 哎这个是出意外 不是不出意外 这个很明显出意外了 这个就 啊 这个客队怎么会不让球 客队不让球 反正主队让球起来了 这个有点意思啊 主队让球升盘的时间点是这个 11点钟升盘升盘了之后呢 往下压了一点啊 压了一点水位 呃 出盘的话是给出了很高的这个盘口啊 其实这盘口已经给的很高了 出盘 给了一个平手半球盘 然后水位呢 尽量保持压低 啊 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再把水盘口升起来升起来 然后 然后 因为升盘的这个时间点 持续高水并不是太久啊 而且这个水位高的也不是高的很离谱 那整体上来看的话 有意把这个 组队拉热啊 首先从第一家博彩公司上来看的话 这个如果单开一家博彩公司 呃 是有 把组队拉热的这个嫌疑在这里面 首先组队的话 他不具备赢球的一个条件 那 在临场把这个盘口升到一个半球盘 然后还持续降水 这个有点有点带着组队的一个节奏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第三家博彩公司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呃 第二家博彩公司的话 也是出盘 拼手半球盘一个滴水 呃滴水来之后呢 也是差不多时间点也是将接近十一点的时候 然后水位拉伸拉伸的时候呢 临场 这个水位慢慢回调啊 临场拉伸回调 但是这个拉伸的时候呢 明显给出了一个阻力性还是给的比较到位啊 那结合第一家博彩公司来看 虽然第一家博彩公司给的阻力性不是很到位 但是呢 也算是一个阻力点啊 也算一个阻力点 呃 这看着第三家博彩公司一个态度啊 第三家博彩公司的话 拉伸的这个时间点是12.43分 11点 11点开始拉伸 11点拉伸的时候也是逐步往下走 11点拉伸的时候还逐步往下走 嗯 三家博彩公司都统一拉伸策略啊 我们来再来分析一下啊 呃先说出盘出盘的话 让一个平手半球的这个盘口的话 其实对于组队来讲啊 压力还是有的 然后呢 平手半球压低水啊 平手半球压低水 也不会热啊 明显不会热 不会热 到了临场的话 直接升了一个半球 呃是临场一个小时啊 临场一个小时 最干进入高峰期的时候升了一个半球 半球的水位还是持续往上走的 然后微微回调 那我们看一下回调三家公司的一个博彩公司的回调水位 都是回调在这个0.9的这个区间啊 0.9的这个区间的话 0.2 0.9到这个一个点的这个区间 呃这个区间值的话 起码还是保证了一个不会说呃 往下跌破到一个中水的一个位置 这样会引起一个灶热的一个现象 那整体上来看的话 还是觉得阿萨败将有可能翻盘啊 呃 但这场比赛还是小猪 为什么小猪 因为这个强队的主动权还是在手里面 所以呢 选择客队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行为啊 所以这种比赛 呃 小猪小 不能小猪这张比赛小猪我觉得还是有风险不能小猪这样比赛 我先看第一场第一场比赛的话 其实从盘路啊各方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应该是可以中猪 但是由于这个第二家博彩公司这个水位持续高水的时间点有点过长了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是很完美 所以呢斯洛伐克来一个小猪啊小猪 那么阿萨败将的话就是串啊小猪加串 好吧今天凌晨的比赛就这么分析吧 嗯 那就这样吧 晚安 嗯这个赛果好像 不太理想啊哈哈哈哈 这个赛果不太理想 呃这个 没有买单柱的 倒是过了 这个买单柱的这个 很遗憾啊很遗憾 呃这个小猪这一场 这场给挂了 这场 呃不过这场比赛说句实话 当时的这个盘口也确实不是很理想啊 但是 还是节目效果还是要给大家整了这么一场 啊 不过无所谓一个小猪吧 小猪也无所谓 这场比赛 呃 其实盘口上来讲的话 不算很完美 这盘口也不算很完美 但是还过得去啊 相当的差不多说是一个生死环的一个界限吧 第一家博彩公司这边的话 整体上来讲的话水位相对克制啊 但其实还是给稍稍偏高相对克制了一点 啊 但第二家博彩公司 啊 主要是这个水位点 确实确实这个水位点 呃高水的时间点给的 太久了啊 时间点给的太久了 这个高水的周期太久了太长了 啊 这个有点不利整一个盘口的打出 所以 很遗憾这场比赛啊 呃 不过这样的比赛的话 啊 以后碰到的话 如果是大家认真的下注的情况下 就是玩的比较认真的一个情况啊 特别是 呃接近世界世界杯的话 这样的比赛 呃能放着放啊 专门教挑些精选 啊 专门精选就好了 不要去 过于泛滥的下注 啊 好吧 这一期有点小遗憾 啊